哈喽我是乌龟 本部影片是以测试服环境录制 一切内容以游戏时装之后为准 部落冲突11周年来啦 大家还记得去年10周年的时候 曾经推出过一整套的像素英雄吗 今年当然也是会推出一整套的英雄系列造型 率先登场的会是未来守护者 之后还会有蛮王 女王 以及神盾勇者的同一系列英雄造型 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派对法师也会现实回归哦 随着未来守护者登场 游戏当中也会出现一个未来守护者挑战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挑战长什么样子 哇好精简啊 这以我们看过的挑战来说算是建筑物非常少的 他还用城墙排了12345 大家有看到吗 防守的大本营是15级大本营 在大本营的四周有6座投石机 给的部队配置除了5只天使之外就只有一颗气球跟一个胖子了 法术的部分除了有给我们一罐召回之外还有4罐隐形 那飞艇里面装着的是超弓 那大家应该就已经知道这是要做什么了吧 没错当然就是要用超弓来爆本了 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进攻路线吧 如果你一直还没有通过这关挑战的话或许可以参考看看哦 我现在靠近三点外侧的地方下了大守护者进场跟上天使 我在这边会等大守护者把雕像打掉了之后 也要把两个黑水罐打掉 采用召回法术把他们召回 不能让我的部队最后才来处理这两座黑水罐 因为在这黑水罐的后面有一大堆的骷髅陷阱啊 如果最后再来处理的话 其实会很痛苦的 这边打完黑水罐了直接召回 虽然5只天使没有办法用召回法术全部都一次召回来 但是因为接下来我从6点的位置会将大守护者放进来 所以没有召回来的天使就会直接飞过来了 沿路不会碰到什么陷阱不用担心 6点钟重新进场的大守护者在这边下了狂暴保护他之后 就从6点的位置开了飞艇进来 大本营已经用地震正开来了 飞艇当然就是锁定在靠近大本营下方的这座投石机上面解体 记得隐形狂暴不要忘记了 打掉了大本营之后 再丢一罐隐形会先拆掉左边的投石机 再一罐隐形就让他们拆掉右边的投石机 哇这边的节奏有一点点没有搭配好 太晚让我的飞艇进场了 所以现在大守护者反而是走到比较靠近阵形中间的地方 而没有向他左边的这座小屋的位置走 那大守护者就要先去打阵形中间的小屋了 变成最后才会绕到9点的位置来打这个城堡 但是其实影响不大啦我这边就继续打下去吧 面对到三座多体火塔不是单体火塔的时候下一罐冰冻 然后补上气球还有胖子进来 这样子三个火塔通通都可以拆掉 接着就是锯石碑的问题 手上还有一罐骷髅下在锯石碑靠近右边一点点的地方 我下在锯石碑的右边原本是想说不要让小骷髅同时被两座法师塔打到 但是结果好像还是会被打到的样子耶 那就没差了 你骷髅要怎么丢就怎么丢吧 反正最后一定可以让大守护者把锯石碑给拆掉的 拆完了锯石碑之后就只剩下最后的城堡了 原本如果节奏是有搭配好的话 大守护者真的是可以借由这个城墙排出来的12345的顺序一路打过去 不过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了 最后毒药捏在手上准备要来处理这些援军 援军是一大堆的哥布林 甚至还看到了守护者学徒 最后还有女巫 那当然配合着毒药要全部把他们处理掉是完全没问题的 大守护者的无敌都还没有用到就可以完成这个挑战了 这应该是很久没有碰到难度这么低的挑战了吧 对不对 这次挑战我一样会送出黄金通行证 不过只会送出一个最秀通关的黄金通行证 给剩下最多单位完成挑战的人 详细的说明 请直接看现在画面上显示的参加方式 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啦 拜拜